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一样除法就是把它们关进去一起乘除 那如果今天可以先知道正负 当然正负号先决定 不要带着那么多根的负号 所以这个就是根号的六分之五 乘上这个叫做五十四分之一百二十五 再乘上二分之五 好 然后检查一下会发现 没有任何可以跳出来的 可以约分的 超讨厌 那没有任何可以跳出来怎么办 这个一百二十五可以叫做二十五乘以五 好 那这个五十四呢 可以叫做九乘六 我们能跳出来先跳出来 所以就变成 记得哦 楼下的部分就叫做九 九跟六 所以九跳出来是三 两个六跳出来是六 好不好 老师这样子感觉比较正常 比较好算一点 五跟五 二十五跳出来也是五 那那个绿色的二十五跳出来也叫做五 那这个就叫做根号五 OK 但是我的答案不能分母有根号 所以上下在同层 根号二 在同层根号二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会等于 我们来看一下多多少 三 六 十八 十八 十八乘二是三十六 倍的二十五 根号十 好 消败 再来 第二题 一样关进去一起乘除就好了 所以等于根号 这个叫三分之八 乘以四三十二 四分之十三 乘以一分之六 OK吗 关进去 然后开始乘 你们 除 约分啦 这是二 四跟八 这里也叫做二 水啦 下面都不见了 所以下面就是一 也就是没了 那二 二的四 四跳出来是二 答案就叫做二根号十三 第二题总算人性化一点